大家好 我是My4Letter的Kelly 今次會用到飛燕草再配合屈甘香來做Classic Plus的作品 大家收到回來的檔案都可能在沉浸之中的狀態 記得盡快幫你剪花剪腳 養水 幾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在介紹花材之前想提醒大家 我們想像花蟻絲一樣去收遮一些鮮花 如果你們收到截止的情況 其實你剪掉它就可以了 這些多頭的花材會有些不完美的花粒 很多時候我都會保留它們 但如果一些比較不美或不喜歡的話 其實一樣 剪掉它就可以了 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會用到艷色的屈甘香 今次屈甘香的葉就盡量保留它 但艷色屈甘香的葉有時會比較沒那麼美 當你看到它有損耗或霉霉的 就撕走它 可以了 屈甘香是一種很特別的花材 它會隨著溫度和光線不停開合 所以有時看到它下午開得很大很美 但晚上怎樣縮小 這就是它的特性 另外屈甘香跟其他花材不同 其他花材買回來它不會再生長 但屈甘香只要和它養水 它可能會再長高2-4cm都未定 第二種花材會用到紫色的蟲粉屈甘香 今次屈甘香的葉全部都不撕走 除非看到它有損耗又爛了才撕走它 第三種花材會用到淡粉色的骨甘香 第三種花材會用到淡粉色的骨甘香 第四種花材會用到我自己很喜歡的藍色菲燕草 菲燕草有很多個細花枕 每個花粉都很透透的 而它的花枕是比較脆弱 有時會比較容易脫落 所以大家就小心處理它們 之後會用到紫色的孔雀草 這枝孔雀草已經開花開得比較大 然後我們會有白珍珠 白珍珠是比較容易缺水的 因為缺水的時候很容易會凹頭 如果這樣的情況其實不代表它是凋謝的 我們就把它花腳剪短一點 給它多一點水喝 它就會站直 醃製方面我們今次會用到噴泉草 我們準備了一個花花菜 裡面連名了每一朵花大概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作品 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倒入花瓶裡面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隔天才幫鮮花 剪腳 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每天幫鮮花剪腳和換水 鮮花會保持得更漂亮和長久 首先將孔雀草放在花瓶左右兩邊 拉著花瓶邊一左右放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將紫色的威甘香平均放在花瓶裡 首先會在花瓶前面先放一枝 然後我會放一種靠後面的位置 左右兩邊一左右都放一枝下去 我看到碟子爛了 這樣撕走它 現在就可以將淡粉色的威甘香放進去 我們就會將三枝放在紫色的威甘香之間 就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放的時候小心點 不要傷害到其他花的花款或者葉 現在就可以把最後一枝的威甘香 放進去 我們首先會在花瓶正中間這個位置 放一枝下去 然後在我們的孔雀草旁邊 每一枝孔雀草旁邊都放一枝進去 最後一枝就會放在花瓶後面 一個淡粉色的威甘香 和紫色的威甘香之間 現在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白珍珠 白珍珠 記得如果看到它有一些凹頭的情況 不代表它是凋謝的 很多時候只是它喝得不夠水 記住把它花勁剪短一點 給它多一點水喝 它就會站直 我們就把第一枝的白珍珠 放在我們這一枝的芫草旁邊 還有手邊 而在剛剛這一枝中間的芫草旁邊 也放多一枝白珍珠進去 然後就可以養開它 然後就可以養散一點點 最後一枝就可以看看我們花瓶有沒有空隙的位置 可以加入它 我就會放在花瓶前面 靠右手邊這個位置 我們今次用到很多的配花 例如白珍珠 我們的孔雀草 其實都是很多一些很細很細的花瓶仔組成的 令到我們的作品會多一些比較可愛 一些自然一點的清新感覺 現在就可以將菲仙草加進去 菲仙草會放在第一枝 花瓶前面 靠左手邊斜斜地插進去旁邊 第二枝我們打一對角 同樣的做法 就可以了 菲仙草就這樣放都很漂亮 如果你們有一些比較長一點 高一點的花瓶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將兩枝菲仙草就這樣放出來 都有另外不同的效果 有感覺 最後加入噴泉草 加入我們的作品 在花瓶左右兩邊 刀割一枝 它的花勁比較柔軟 所以插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加配小芯 然後我們在花瓶正中間 對 花與花之間都放一枝 就好像是花的中間 一堆花的中間 有一些很輕型的草 自己生出來 而最後一枝就會放在花瓶後面 扣右手邊 再手邊的地方 我們今次的作品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在家放鬆心情 其實看我們的片 慢慢拆花 可以認識多些不同的花材 如果大家做完之後 記得拍一張照片 傳給我們 或者踢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那個 我們會送一盒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